洛神花是台东山里最耀眼的红宝石 每年深秋初冬 台东县道五山脚下的金峰山 包括嘉兰 冰茂 绿秋 振兴 星星 等五个村落里头 随处可以看到艳红怒放的洛神花田 艳红夺目的洛神花 在湛蓝天空的衬托之下令人迷醉 另外令人期待的当然还有金峰山公所 办理一年一度的洛神花祭系列活动 104年洛神花祭 从11月1号到11月30号 这一个月的期间是我们洛神花的花旗 那期间呢 我们11月7号有我们天空步道 就是联合我们脚踏车 这个环春的脚踏车车道的启用典礼 然后7号晚上 有我们洛神花的开幕仪式 7号我们还有一个射箭的比赛 11月8号呢有亲子路跑 那期间每一个时段 除了可以供大家来提供骑脚踏车之外 我们还有自己的风味餐跟美食 那11月14到15是我们统花比赛 是我们第二届的统花比赛 那这个统花比赛我们也有奖金 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统花比赛 1号到10号有一个洛神花的这个彩绘比赛 那这些部分都是欢迎大家来参加 所以我们11月1号到30号 整个金风香都是为洛神花在疯狂 也大家来一起跟我们分享我们的花花世界 谢谢 10月中旬金风香的洛神花将陆续绽放 白色花朵迎风摇曳 花朵泄落后的酒红色花鳄 就像红宝石铃铛一样布满枝头 秋游台东现在洛神花正火红 金风香公所今年串联了路跑 彩绘DIY射箭比赛 还有第二届的童花竞赛 等您挑战拿奖金 更要邀请大家一起感受金风香的热情和温暖 东台新闻林婉珍陈静雄金风香采访报道